他這支用要把他堆掉你知道嗎 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怎麼聽說你也被告了 真的 不會在高雄買 不會在高雄買 我在台南買 台中買 台北買 我也不會再去高雄買 不要激動不要激動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台南 這個一個很像中華電信的停車場 台南的市中心 今天有一個車主要來分享 他的這個車子 什麼車勒 就是這一台 Lessus的CT200的後繼車種 叫UX250 而且它是Hybrid 油電混合車的 油電車 可是 就是這對情侶 心情臉色不是很好 直接進來看一下 阿良 小心弄 我的車在這裡 我居然在台北市擁有兩個停車場 而且是月租的 但是我只需要付一個停車場的費用 像這裡是台北光華商場三創園區 一個月的租金大概五六千塊 但是我用四千八擁有五個停車場 想要了解如何便宜租到跨區停車 請參考第一則留言 名額有限 預購重塑哦 我們現在在UX250這台車的車上 我們的阿良車主 還有他女朋友 菲菲 今天太開心 來這個府城 就是要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你們最近有一個很有名三百塊的那個粥 到底好不好吃啊 這個我每個人都想了解 到底有吃過嗎 小星哥 因為我在健身比較少吃粥 原來是這樣子 太好吸收 高GI 高GI的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推薦的好吃好料的 我本人夏天最喜歡吃的是杏仁豆腐冰 杏仁豆腐冰 飛機上的 哦 這個是非常適合這個時間點 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的 但是今天不是要來分享好吃的 先讓你開心一下 不然面穿很薄的 待會要打人 你看這支 這個有50公分耶 我等一下被它錘下去 我大概不用回家了 這個車子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台車 因為我大家知道我有一台CT200 後來CT200他沒有後繼車種 就是這台UX250 最小的Lacos車款就是這個 長高了一點點 長高了一點點 內裝的質感也非常的好 質感很 真的 這台如果到時要罵記得跟我說一下 是的沒問題 好 那我們好好分享 你在買這個車之前是什麼車 我開的是Toyota的小鴨 Yaris 但是是長腳鴨 還有分長腳跟短腳 跨界的那一台 Cross那一台 Yaris Cross OK 那怎麼會想換車呢 那個是神車的弟弟 叫Yaris 當時候覺得身上有一筆資金 然後想說 老家 烏炭 烏炭 對 老家剛好沒有車 只會留給弟弟開 那我可以叫你一聲歌嗎 怎麼那麼好 你是小心歌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可能有一些跑長途 我想要選一些安全性 安全性好一點 比較高一點的車 油耗也不錯 對 油耗也 跑長途嘛 省油 那時候有什麼樣子的口袋名單 其實當時候就考慮Toyota跟Lessus而已 Toyota油電車跟Lessus Lessus油電車 後續保養 妥善率才是我最在意的 最在意的 Lessus的質感 你會覺得 內裝質感 對 安全又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去看Toyota 但是看了Lessus以後就回不去了 當然 計算其實也沒差很多 所以就還負擔的起 那目前開了多少里程 31808 我看到31808 什麼時候交車的 兩年前 兩年前的時候 所以已經買了兩年了 然後開了三萬一千多 所以也算是正常的一個里程 這個車子你目前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寧靜度 方向盤的手感 還有車式的車體結構 我覺得都蠻不錯 這個是這個車子的一些優點 我們是沒有想問優點 我們比較想聽八卦 這車子有沒有什麼車子本身的一些 你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 或者是缺點 我也不想問你 問一下女主人 菲菲你有覺得這車子 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進 最多人是說空間不夠 你覺得呢 就唯一一個就這樣 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這個 她很滿意 是喔 很好看 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宜 但是今天來看起來 也不是空間的問題 讓你這個臉色這麼難看 她這支用要把他堆掉 你知道嗎 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聽說你也被告了 真的 最近我被告以外 好像很多人都被告 而且都是被業務告的 真的 我跟小星哥 原分來了 原來就是你 為什麼 你買這個車買得好好的 而且你已經開了這一段時間的 怎麼會有被告的這個問題 我當初因為自己做生意 講說資金靈活一點 那我就選擇Lexus的自選專案 他的分期付款的方案 對這個專案 那按照這個專案 然後去跟高雄的一個小姐 那條件什麼我們都談的 都沒問題 那當然條件都談好了 合約也簽好了 那就等著後續交車 那我簽完合約 後來有一些朋友 可能他有認識賣車子的 他看完我的合約 覺得合約有點小問題 跟我的條件好像搭不起來 你的意思是說 高雄的業務提供了你一個 你覺得還可以接受的條件 那個條件你可以接受 你已經簽完合約了 然後你就是回來比較一下菜單 結果別的Sales說 這個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叫他再Double Check一次 條件跟他的合約好像搭不太起來 搭不太起來 那我就問我高雄的業務說 其他業務好像有反映說 這個合約金額好像怪怪的 可能車主要在貼錢 或者是不貼錢 沒關係可能不是新車 有可能是展示車 或是跨年度的車 但是我把這個消息 跟我高雄的業務簽約業務說 請他去幫我確認 請他的主管在看過我的合約 是不是跟我們當初談的 是一樣的 那他Double Check完跟我說沒問題 那我們當然就放心了 我們就不聽 其他業務怎麼講 因為有可能 他是惡意毀重傷這個意思 有可能惡意 他有可能想搶傷 想要橫刀奪愛 對 橫刀奪愛 花言巧語 我們就相信我們的選擇 好 那當然一定是金額沒問題 什麼都沒問題 交車 交車之前可能要先過戶 領個牌 報個保險 裝個配備 這樣很好啊 都過戶了 過戶完 姑娘都娶回家了 隔四天打電話給我 他以為要問貨 跟老婆 跟這台新車相處的如何 他竟然不是問這個 不是問這個 沒有是怎樣 他說陳先生 不好意思 我不到哪裡算錯了 可能需要請您再支付我6萬塊 等一下 你剛剛講了說這個車子 你跟他double check說金額有沒有問題 因為別人跟我說 你這個金額可能算錯了 所以我就問你 你也說double check完沒問題 結果車子交了 交了多久 交了4天 4天 已經回去用了4天 還在蜜月期 我們阿良可能以為說業務要打電話 那個操作順不順利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不要跟你在解釋什麼 結果卡來說 你欠我6萬塊 我欠你6萬 我欠你6萬 所以怎麼 所以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我當下 我其實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那我問業務 他其實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哪裡算錯或寫錯 那沒關係 他說 如果真的造成我們的困擾 他願意自己吸收 因為 我們的條件都給你了 你業務你照條件寫 我們簽約了 怎麼會產生 這個問題比較奇怪 因為他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你是用LASUS的方案叫新自選 自選方案 好 那自選方案 其實他條件已經都設定好 比如說頭期款要繳多少 然後每個月要付多少錢 最後尾款多少 這個都是含在裡面的 所以你已經給他頭期款 然後每個月接下來是要付給銀行的錢 跟他合論 可能要付他每個月的月注 1萬2千4 都固定都躺好了 結果這些條件 然後車子也取回家過戶了 對 過了一段4天以後 他跟你講說 你欠我6萬 沒有 這6萬為何生出來 不知道 他說他寫錯 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當時候他們主管也打來 主管的第一個想法是 是不是錢 車主給了 因為已經交車了 車主給了業務 業務沒有繳回公司 業務A走就對了 我之前有去 這是真的 因為我之前也有遇過這樣子的Case 就是有車主來爆料說 他的車子被業務A走 某個車廠 哪一個車廠我就不講 結果車廠就是處理的速度 他不是很喜歡 所以他來講了一下 結果這個車廠也承認錯誤 你現在遇到的這個狀況就是 你跟業務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業務說如果造成你的困擾我自己吸收 可是過沒幾天業務的主管 經理卡電回來 說錢不見了 不是你沒付就是被業務A了 所以到底是你沒付還是被業務A了 那你 依照我們的條件 投機管我確實付了是15萬 所以錢絕對沒錯 不然不會交車 那有問題是什麼 我後來再回去查 我做了很多功課 原來他車價 他車價寫錯 交給銀行的利息 回家到車價裡面 導致合約上的金額多了6萬 等於說合約上面金額多了6萬 可是你當時沒有確認你就簽了嗎 因為當時候是專案 我們都照他的步驟去寫 然後他也說這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我就相信他 我們也不會覺得說車價他會算錯嗎 他就自己算算寫上去了 但是他怎麼算的有留給我們 那我們再去查的時候 確實是這樣 我們要付給銀行的 36期 他算完加尾款加頭款寫回車價 我們就要付兩次的利息 其實這有點複雜 我覺得可能這樣聽不清楚 就是說我去買 跟中華電信申請了一支iPhone 每個月要繳599 都已經弄完了 都簽完了 我打電話打了好幾天了 也用了幾個月了 結果後來中華電信申請說 不好意思 阿良 你這個可能要再補個6千塊給我 因為這手機我算錯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狀況 你的車子也是 一開始我們在 而且他這個是公司的方案 所以你按照公司的合約句寫 寫完以後 投幾款15萬 每個月要繳1萬多塊 最後一個尾款到3年之後要付的 這個都在合約上面 只是他在可能某個環節他沒搞清楚 寫錯了 變成你沒有一時不查 你就簽約了 簽約了以後就找 就是公司的會計上面 就是少了6萬了 這個6萬不是你要付就是他付 最後的結果就是 他不想付 所以你才會被告對不對 是的 主管查完說 不是業務A走 那我就跟主管說可能是合約 寫錯了 主管沒有約我跟業務三方坐下來 因為我的條件可能主管也知道 那你不要約我們三方坐下來 看是哪裡寫錯 你話風一轉 要求我 陳先生你幫幫他嘛 你幫他把6萬付了好不好 用情緒勒索就對了 那我不付 我們就上小保管 要上小保管 結果上了小保管以後 小保管怎麼說呢 他說你們不能私下 交求業務把錢賠給公司 再把責任推給業務 這是我車主跟Nexus的事情 車主跟Nexus的事情 結果回去之後 業務竟然把錢賠給了公司 業務來到我不當得利 我得利了嗎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最後公司還是討到那筆錢 真的 可是合約是你跟公司的合約 是 小保管也覺得是你跟公司的事情 可是最後 他卻要求業務要把錢吐出來 然後變成業務跟你追討 真的 這公司沒了 難道我們合約 像我跟這些廠商簽合約的時候 都必須經過法務會計的審核 最後是好幾個人蓋章 業務只是承辦的窗口 那個窗口是最後那個小章 前面那些老闆們都不用負責 全無條件無法來付席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這業務員呢 就是一個月才賺你多少錢 結果我要賠這一條 所以就告了你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 其實我能體會業務的心情 它有可能是一時比悟 但是我想說的是 你打電話來說 拜託我們可以幫幫你 如果我們有困難或不願意 你說你要自己吸收 結果你回去做了這個動作 說你要自己處理 你的處理就是來告我們 但我們覺得我跟你買車 還要被告 還要被告 結果告完了以後 你怎麼怎麼處理 就上法院 因為合約上面就是白紙黑字 所以法官是認為你自己簽的合約 所以你就是要認 我覺得我是成年人 發生了這個遺憾我也認 但是我想說的是 一間那麼大的公司 他處理這個糾紛 竟然是用私下處理 完全把責任都推給車主 我會覺得你們公司高都 Lexus真的有差這6萬嗎 都把責任推得一干二淨嗎 難道我請業務協助我們 他是把事情搞得更複雜 讓買車買到被告 而且我跟大家講 因為阿良他因為有走過法院的程序 所以他的資料準備得非常齊全 當然每個法官 他有他自己的判斷跟解讀 我們不予置評 法官的判定既然木已成舟了 我們就不用去講那個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看中間的對話 明明這些人都是知情的 他們都知道你的條件就是談好 就是這樣的 然後甚至合約上面 這麼多會計 財務 法務都蓋章了 那些人公司沒確認清楚 難道一點點分擔的責任都沒有 最後你真的就賠他這些錢 完完全全一毛錢也沒少 我就是要賠他6萬 當然我要求我可能要分期付款 但是我想說的是 就像小青哥講的 你們公司養了那麼多人 都不能在交車之前 把有問題的找出來嗎 一定要叫交車後才跟我說 陳先生差了6萬塊 要您付 這個很奇怪 而且已經交車了 已經交車 我們好好問一下女主人 如果他把你娶回家 用了4天以後 才跟你岳母 丈母娘說 你嫁妝怎麼少了一台電視 你要補給我 不然你車子拉回家 這樣子你可以接受嗎 沒關係我就先回家 我看你不能用他這一招 高都這一招你不能用了 我寧願車子開回去還他 我跟其他業務 因為我們要的是誠信 我們買車這麼辛苦 我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我們小心翼翼要的就是什麼 開到新車安全 我們要的沒有 我們沒有失望很多 沒有想說要跟他拗什麼 或者邀請 而且所有的條件都是你答應的 你寫給我 最後你自己在內部的上面是算錯 結果全部變 算給我就算了 沒有跟我討論 還想要直接告我 有坐下來三方面對面 喝個咖啡 反正咖啡非常的多 還有那個哈根達斯 吃到飽喝到飽 有做這件事情嗎 小青哥講到這個我就生氣 我這一台車交完 因為我有肚膜維護 我還持續回到他們的廠 一年 保養了至少四至五次 沒有一次他約主管坐下來 跟我聊 這個合約到底哪裡有問題 所以你到現在也沒有看到 到底哪邊有問題 沒有人出面 都是你自己去找出來的 所以你們到現在都沒有三方 比如說業務主管 業務員還有你三方坐下來 面對面好好討論這件事 完全沒有 而且我要去 因為我要去肚膜維護 他們都知道我的時間 如果他們真的想要面對這件事 我去了四五次 早就坐下來躺 完全沒有 好那我最後還是要來個真心話 不冒險 既然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我就覺得我白問我也是要問 假設再回到兩年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條件 一樣的考量 一樣是這個女朋友 是 你一定會選擇這台Lexus UX250嗎 會 但是 我都不跟他買 我還以為 會 會選這台車 但是不會是這個女朋友 不會在高雄買 不會在高雄買 我在台南買 台中買 台北買 我也不會去高雄買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是這個女朋友不用擔心 車子換掉沒關係 業務員換掉都沒關係 但一定要是這個女朋友 知道 女朋友不能換 車子可以換 不用擔心 贊嗎 女朋友贊 業務不贊 好啦 這個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處理事情 是一個kimoji的問題 你如果處理的好 其實這個事情 也沒有這麼的困難 就是合約可能 累錯或寫錯 大家討論說 那權責要怎麼劃分 比如說我退一點 你賠一點 大家來看怎麼樣 可是最終的結果 就不是這樣 就是上法院 搞了兩年 法院去了很多次 法官也說要各退一步 業務 減止說no 一步都不退 問題是誰造成的 問題是誰造成 自己寫錯 好沒關係 這個業務是誰 我們就不方便講太多了 反正就是 某一個營業所的業務員 你可能 下次如果要再買的時候 你會多比較 而且會 看看哪一個業務員 是比較誠心誠意的 是 那我們今天感謝我們的阿良 還有他女朋友菲菲 他們兩個要去吃情人大餐了 我要趕快離開了 不然變電燈泡了 感謝他們兩個分享 如果你也遇到類似的狀況跟問題 歡迎跟我們聯絡 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我們先感謝兩位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